好 那我們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萬一 收訊群就是找不到的 比如說像我剛好跟各位提到 我們那個類SARS那個資料其實不多 SARS的我知道很多啦 但是類SARS最近才出來比較少 那怎麼辦 你可以用所謂Google的快訊 有用過這個服務嗎 平常我先問一下大家處理的方法 如果你們今天用收訊群 不管哪一家 你找了這個關鍵字之後 你覺得沒有找到你要的資料 請問您會怎麼做 開始去廚師館猛 買糊齁 那大部分的我們做法就是 我現在找不到嘛 那我可能也許隔一兩天 隔一段時間我在那關鍵字找不找 但是人是會忘記的 對不對 有些時候我就反正沒找到 就是像有時候我們延期有沒有 你那個問題我現在不太會 大部分都不會講不太會 我可能要回去查一下 然後就無疾而終 對不對 可是呢其實不用這樣 我們來看看齁 事實上呢Google快訊這個服務呢 很方便 今天如果你某些關鍵字 你所關注的 那找不到資料的話 你就叫他自動 看你上一天一個禮拜一次 還是即時的都可以 只要他找到資料就通知你 這樣是不是你會比較輕鬆 對不對 那我們來試看看齁 像最近 像我就知道我們學校的綠能 有沒有有很多新聞啊 我有訂閱耶 最近呢 學校有送那個啊 台中市那個發電機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在更多裡面的更多 這個 真的很多 往下走 最下面 有沒有看到Google快訊 所以我們就進來了 你看 在這邊你可以找 那 這個有類型你可以選擇 不過通常 我會進到這邊 就是代表我已經找不到 所以通常我是不挑的 全部 你再挑就沒啦 對不對 已經就沒有了嘛 那你可以選擇你要 那個頻率對不對 那就可以寄送到你的信箱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齁 那你有關注過的新聞 也可以從這邊去管理一下 那麼關鍵字不見得怎麼樣 只能一個 你如果說 因為有時候 你的關鍵字太大 我可以兩個關鍵字都出現的時候 才符合 所以你看一下我的那個快訊 你看 我最近的 我有沒有關注一下我們學校的 哈哈 那 或者像下面這個 我就是兩個關鍵字符合的 我才要 我才要 那 有時候我會關注一下我自己的 欸 你有沒有在網路上 找過你的知名度啊 嗯嗯嗯 哈 蔡其良那就算了嘛 因為會很多 可是如果你的名字 比較特殊一點的 為什麼要關注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看一下說 喔 有沒有人是 跟就是 拿 提到裡面 提到我的 就像我們現在Facebook 有沒有照片 提到某個人 他們也標誌出來 哈哈 你可以了解一下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當然不要的 你就可以點到他們 把它直接刪掉 這樣你大概了解吧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應該就比較容易找到您要的 因為也許有時候 剛開始沒有太多資料 可是一段時間 哇這個資料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之後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 的時候我還要自己去慢慢找 嚇死人了 那我這邊呢 等一下再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 我的信箱裡面的內容 您如果有 他有寄給你 就會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如果快去拿你 冠心的關鍵字 點進來有沒有 他就 有人有提到我的名字 那我就點過去看 喔 原來他有提到 這樣子 那我就知道了 對不對 我的東西會出現在這裡 您了解那個概念了 所以其實是一樣的 那今天 這是只有一折 如果你有多折 他就會在下面 再列車出來 所以我就 不用出門 就可以掌握 網路上我的行蹤 這樣OK 好給各位參考一下